当即说到七等贤制服了草友成功帮助沈家和友红集团签了合同 可是没有想到功劳却被一个突然出现的男人给抢了 唐总是您帮助我们与友红集团签成合同的吗 没错就是我帮你的 在整个天鹰市除了我还能有谁能帮的少年 难道他就是唐氏药业的公子唐紫荆 没错老子就是光芒万丈迷倒万千少女的唐紫荆 你还真是够不要脸的 什么功劳都能抢 你特么的是谁 沈秋水看两人要起冲突便连忙说道 师兄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夫齐等贤 你就是和我师妹订婚的那个劳改犯啊 齐等贤生气的一把揪住了唐紫荆的衣服 信不信老子废了你 把你的脏脚给老子挪开 英雄可以受委屈但是你不能踩我的气耳机 齐等贤低头一看原来是自己踩到了唐紫荆的血 等贤别冲动他是我们的客人 秋水今天我就给你个面子放过他 如果再有下次我一定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哼我不想和你这么粗鲁的人计较 师兄你别生气 等贤他就这个脾气还请你喊喊 真的是你出手帮了我们沈家成功签订合同的吗 如果是的那我可真的得代表沈氏集团好好感谢你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感谢就不用了 只要师妹明天陪我去看场画展就可以了 什么画展 当代画家金书藏大师毕加索的画展 说完唐紫荆就掏出两张门票 沈秋水为难地皱起了眉头 他是已经订了婚的人 不方便接受其他男人的邀请 齐等贤却接过了门票 好的明天我们一定去 这么大有一张票是我的 第二天上午 齐等贤和沈秋水准时来到展馆 等贤门票呢 糟了 门票被我放在家里忘记拿了 秋水你稍等一下 我把门票落在车里了 我现在就回去拿 于是齐等贤走到了一旁给五星上将迈克阿瑟将军打了个电话 迈克阿瑟将军给我弄两张毕加索画展的门票 齐爷您稍等 我这就给你安排 过了两分钟 一个洋人老头带着两个保镖朝齐等贤跑来 齐爷你好 我就是毕加索本人 这是您要的门票 齐等贤吃了一惊 毕加索竟然亲自来给自己送门票 齐爷您不用吃惊 我也是龙王殿的人 你也是龙王殿的人 我怎么不认识你 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根本没资格让您认识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齐爷 没有了你忙去吧 齐等贤和沈秋水刚进展馆 唐紫金立刻就走了过来 师妹你总算来了 我给你介绍个人认识 这是宝德商贸的方总 宝德商贸可是最有名的艺术品公司 方总您好 我是沈秋水 九阳沈董大名 您来得正好 快帮我看看这幅画是不是真的 说着方总指了指挂在墙上的话 这是唐朝画家吴大师的小鸡灼米图 这幅小鸡灼米图是真迹 师妹果然好艳名 听了沈秋水的话 方总也拿出一幅小鸡灼米图 这让众人非常尴尬 小鸡灼米图只有一幅 墙上的是真的 那方总的肯定是假的 方总 可能你的才是真的 沈董不用安慰我 我们宝德商贸没有艳品 我现在就把这幅画烧掉 说着方总就掏出了打火机 等等 方总 你手上的这幅画是真的 那墙上的这幅就是假的了 此话一出 众人更惊讶了 毕加索是著名的收藏家 要是他的藏品里有艳品 那么他的仪式英明可就毁了 墙上挂的也是真的 吴大师的小鸡灼米图只有一幅 你这个老改犯有没有点常识 邓贤 小鸡灼米图确实只有一幅 那可不一定 唐紫禁如果两幅都是真的 你去吃翔可以吗 好 如果不是你就去吃翔 成交 这位老弟快说说 为什么两幅都是真的 这幅画本来只有一幅 但是有高人用特殊的手法 在原画的表面接下来一层 这样一幅就变成了两幅 你有什么证据 当然看画纸的脉络 我敢打赌两张画纸的脉络 肯定一模一样 方总立刻掏出手电筒 研究起了宣纸 一分钟后 脉络一模一样 两幅画果然都是真的 唐紫禁是你自己吃 还是我喂你吃 唐紫禁的脸瞬间绿了 今天要是吃了香 他以后就没法在江湖上混了 算了等闲 开玩笑的话不能当真 我没有开玩笑 没想到唐紫禁突然掏出一张纸条 软饭男这是一百万 买我刚刚说过的话 拿了钱偷着乐趣吧 老子有钱 老子今天就是要看你吃香 这位兄弟宁高抬贵手 放唐董一马吧 只要不让他吃香 让他干什么都行 好 我今天就给方总一个面子 不过我要让唐紫禁澄清一件事 你说 昨天是你帮的审视集团吗 唐紫禁干大的挠头 不是 昨天是我吹牛逼 沈秋水顿时对他也是一脸嫌弃 等闲 我们走吧 我不想再看见这个人了 唐紫禁丢了面子一场恼火 所以他想把面子再找回来 秋水 我约了和毕加索大师合影 这机会可是很难得的 谢谢你的好意 我有点累了 秋水 和毕加索合影的机会的确难得 不然我们就和个影再走吧 唐紫禁大喜 立刻就带沈秋水和七等闲去贵宾室 可是在贵宾室门口却被两个保镖拦了下来 我预约了和毕加索大师的合影 大师正在休息 有预约也不行 老子花钱了 取消预约可以全额退款 唐紫禁被对得哑口无言 而七等闲却上前一步 麻烦通报一下 就说沈氏集团的沈董和他的未婚夫 想和毕加索大师合个影 请他过来一趟 保镖不敢怠慢立马跑去通报 哈哈 还让毕加索大师过来一趟 你以为你是谁 片刻后 毕加索一溜烟小跑着跑过来 哪位是沈董市长 啊 我就是沈秋水 沈董你好 大师你好 接着毕加索又看向七等闲 想必这位就是七等闲先生吧 两位快请进 两人接着便走进了贵宾室 唐紫禁一看也要进去 毕加索大师正在待客 请你耐心等待 我们是一起的 抱歉 毕加索大师没有请你 十分钟后 毕加索又将两人送了出来 毕加索大师 我也要和你合影 你算什么东西 就算你也配 看着沈秋水和七等闲走后 唐紫禁却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想到明天的计划 他又得意的笑 七等闲 你别得意 明天沈秋水 就是我唐紫禁的女人了 未婚妻被人在停车场炉走了 而幕后黑手 正是禽兽不如的唐紫禁 唐紫禁 你这个衣冠禽兽 你想干什么 我未婚夫七等闲 不会放过你的 师妹 你别害怕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未婚夫了 你无耻 无耻 可是我的座右鸣 看来还是师妹了解我 另一边七等闲 也着急的给迈克阿瑟将军 打了个电话去查线索 迈克阿瑟将军 我未婚妻失踪了 我要知道和他失踪有关的 所有信息 齐也我没有查到 有用的信息 但是青藤集团的人 今天活动很频繁 不知道会不会和夫人的 失踪有关 青藤集团 难道是沈鹏冰抓走了秋水 给我查查沈鹏冰 现在在哪 齐也沈鹏冰在皇后KTV 十分钟后 七等闲就到了皇后KTV 接着一脚便踹开了房门 但七等闲没想到的是 王荣和赵成竟然也在这里 沈秋水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你老婆在呢 你他妈给老子滚出去 七等闲顿势火大 三拳两脚就把这三个人 打了个鼻青脸肿 快说 再不说我就打死你们 饶 饶命了 齐也 我们不知道沈董在哪里啊 齐等闲当然不幸 接着又给了他们一通暴力输出 齐也我求求您别打了 您就算是打死我们 也不知道沈董在哪里啊 听了这话 齐等闲才停了手 看来是打错人了 他们应该是真的不知道 可是这时候 齐等闲却更着急了 忽然他想到了一个人 唐子静 想到这里 等闲又给迈克阿瑟将军 打了一个电话 迈克阿瑟将军 我需要唐子静的地址 没问题齐也 地址马上发到你的手机上 半个小时后 等闲顺着线索找到了 囚禁沈秋水的位置 你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等闲你终于来了 一句话都没说完 沈秋水就已经委屈地哭了起来 秋水不要哭 等我处理完这个人渣 就带你回家 哈哈哈哈 齐等闲你果然很狂 但是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狂了 说完唐子静便叫来了一群保镖 呵呵 救你们 你特马都死到临头了 还敢嘲笑老子 给老子打死他 说完一群保镖就冲了上去 等闲直接一个旋风毒龙钻 解决了这些保镖 这 这怎么可能 我的保镖可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就在这时 顾文也带着一群保镖匆匆赶了过来 齐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 明明受伤吧 呵呵 在天鹰市还没人能伤得了我 我可是龙王殿殿主 是 什么 你竟然是传说中的龙王殿殿主 这怎么可能 唐子静 你掳走我的未婚妻 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 唐子静被吓得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齐先生 我错了 请您高抬跪手饶了我吧 齐等闲懒得理他 而是转头看向顾文 顾文我把他交给你了 不把他打成粉碎性骨折以后 你就不要再来见我了 说完齐等闲便和沈秋水转身离开 却丝毫不去理会哭着求情的唐子静 被打得做了轮椅的唐子静 把一切都告诉给了他的老爸 天傻的齐等闲啊 我要杀了他为子静报仇 董事长您要慎重啊 这个齐等闲的真实身份不是老改犯 而是龙王殿殿主 龙王殿怎么了 就算是阎王殿老子也不怕 可是咱们唐氏药也可没实力挑战龙王殿啊 我们是没这个实力 但是如果加上东堂和十方会呢 很快一场针对齐等闲的阴谋就开始了 三天后的中午 齐等闲正在文尊集团总部开会 忽然麦克阿瑟打来了电话 齐也不好了 您的仇人今天要找你报仇 您要做好准备 呵呵来得正好 他们不来找我 我也想要去找他们 会议室的大门突然被人踹开 一群人立刻拥进了会议室 而为首就是唐子静的父亲 老毕灯 弄坏了老子的门可是要照价赔偿的 齐等闲 你都快死到临头了 还他们这么狂 就凭你也想弄死我 爸爸不要弄死他 把他也打成粉碎性骨折 和我一样坐轮椅这样才能解恨 好儿子 你说的对 说完 十方会和东堂的打手们就要动手 顾问上前一步 齐先生 让我来对付他们吧 不用了 只不过是一群小卡拉米而已 你多远一点免得一会误伤了 就在齐等闲准备动手的时候 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 带着一群大兵也打了过来 齐也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让我来修理他们吧 麦克阿瑟将军你怎么来了 我是您忠实的奴仆 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好吧 这里就交给你吧 好的齐也 把他们都打死吗 不要打死 只要打到粉碎性骨折就可以了 麦克阿瑟指了指 坐在轮椅上的唐紫荆说的 这个残废也要继续打吗 当然打 好的齐也 下一秒办公室就传出了一阵杀猪丹的惨叫声 半个小时后 齐也 您还满意吗 不错我很满意 明天我结婚你们记得过来吃喜糖 攻入自己真实身份后的等闲 第二天就和沈秋水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从此两人过上了美滋滋的幸福生活